而且你們知道天后這首歌在台灣的錢櫃以及郝樂迪 他的點播冠軍的時期超過169週 天后這首歌的MV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對 我那時候是自己拍 因為沒什麼錢 然後自己剪接 然後陳世安 來 我先問一下錢 你先不要吵啦 陳世安 你舉手 好啦 冠軍真的就是陳世安 我是真的要講 這件事真的非常的難 因為那一年 尤其華爾院台 在2011年就是還是很競爭的時期 非常多歌曲都很紅 你看 指望好的事情都是在KTV大家狂唱的歌 所以天后他那時候的第一名真的是實至名歸 因為我覺得他的故事其實蠻勵志 他剛剛說他參加選秀節目之後 其實就有發行一張專輯 那那專輯其實是以唱跳歌手出道的 對 對 我是唱跳歌手出道的 對啊 然後後來到天后的時候 大家可能覺得我唱跳好像不太熟 你確定 會有時間來證明你唱跳很新 不用擔心 而且你們知道天后這首歌在台灣的錢櫃以及郝樂迪 他的點播冠軍的時期超過169週 這樣是三年耶 一年52週耶 三年耶 喔 三年多耶 都是冠軍耶 而且啊 其實我覺得很酷的故事 天后這首歌的MV 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對 我那時候是自己拍 因為沒什麼錢 然後自己剪接 然後我只會用很簡單的 你自己剪的 對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MV其實很簡單 就是從左邊到右邊這樣 因為我只會剪這樣 第一章端端端端也許真的沒有 但他耳熟能響 沒有紅起來 可是你還是繼續堅持在你的音樂路上 在他爆紅的那段時間 其實我是在憂鬱的 所以我並沒有看到他整個爆紅的過程 那是當我再一次回來發現 大多會唱的時候我才知道說 哇 原來這個歌有真的得到很多的共鳴 像你以前我們講到天后 也許還有勢在必行 到現在你持續有在做一些很棒的音樂 其實雖然也沒有走到第一 二 三年 可是你其實也持續在排行榜上面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很期待你的新專輯 因為新專輯已經可以在串流上面聽到了 走心的歌 其實今天很多的歌都是走心的歌 蠻走心的 對 我們今天很多排行榜的歌都走心的 對啊 真的很適合 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讓他唱最後一首歌 走心的歌給大家聽好不好 謝謝你來喔 最後謝謝 走心的歌 還沒傷心卻入心 太深潤 唱出內心裡的樂彈 炙熱的塵 這次我決定奮不顧生 我決定奮不顧生 那內心的歌是否呢 謝謝陳詩了 謝謝 新專輯 掌心的歌 拜拜